中医的由来,我们可以说到上古时期,以及更远 上古时期呢,我们知道就是讲一些乌 乌跟一不分的 那个时候乌就是一 而真正那个时候的大乌呢 那时候它是地位非常高的 我们那时候都把它作为这个高级知识分子 叫做自古,现在道讲,山一星象谷 也可以叫先一星象,先一命谷相等等这几个字 有这个顺序,字可以替换 那后来这个乌才分为这个山,所谓的修炼 经典派跟这个一分开 以前叫五朴星象 就是它通过这些东西 它是合在一起,中国的学会都是合在一起 很多东西都在里面 现在到家的福禄啊,咒啊,中医的助游科 以前明朝叫助游四三科 最后把这个十四第十三科砍掉 五四运动之后 就是因为两个认为你不科学 一个是五云六七,一个是助游科 而这两个恰恰是中医最广大,精微的,精妙的地方 五云六七是它一天应人这个对于人体 它整个的一个气运的大论 《黄帝内经》里面,这个素文篇大多数都是在讲这些 讲座《黄帝内经》可能也占百分之三十 真正的理论它是这个 而现在真正的 现在的中医懂这个的很少 包括助游科更不要说了 你要通,你要什么 他才能体悟到 轻易的人他是学不到 你得有那个机遇 你才练到一定程度 你才能明白 不能盲目性 但是你看到他就这好了 甚至说隔着隔着我们隔着这个摄像头 最好 我也类似的 顺便 亮着 高人 看你的机遇 然后他就是根据这个 然后看上之后 把这个五行体系分化 就是更详细化 内向 总结 因为他本来就有 但是我们就摸索 发现它的规律 中一 它是 以像 像中的一个东西 他就用这个事 我们说以行不行 吃什么东西 就补什么东西 是不是这样呢 听起来好像现在人认为很可笑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说你以后你在买苹果的时候 你不要挑外挂裂造 虽然它甜 老百姓知道它那样的甜 但是 你还是尽量好一点 是吧 你也好一点 它也好一点 大家都好一点 然后它是根源的东西 它因为整体人体 它是一个系统 头疼一脚 中一是这样的 去找你那个根 到底是出在哪 你这个水管不出水了 它不一定就是水水管 出水水龙头的问题 那西医它就是这样找 那怎么办 你就找它的根源问题 你要去想想反思一下 它怎么敢头疼一脚呢 那西方人一辈子搞不懂 那是一种类像的文化 这种东西它象征的万事万物 它就是高度总结抽象 人东长白走 我们经历了千年的这个经验 甚至说多少人被此吸收生命换来的 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下一讲吧 中西的对比 中西的对比